中风是大马第三大死亡原因 我国每年有超过52,000人不幸患上中风 其平均每小时便有6中心的中风病例 什么是中风? 中风是一种因脑部供血受阻而导致脑部缺氧 进而引发脑部细胞坏死的医学病例 中风主要分成两大类型 缺血性中风和初血性中风 缺血性中风占所有中风的病例约80% 而缺血性中风是由于血凝块 阻塞了供应大脑血液的脑血管所致 初血性中风则是占有所有中风的病例约20% 它是因脑部初血所引起 导致脑部压力增加并损害脑细胞 什么是血凝块? 血凝块是由被激活的血小板 红血球 和纤维蛋白所组成 太多被激活的血小板会导致过多的血凝块形成 并引发中风的现象 40岁以上 有家族中风病史 患有高胆固醇 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 精神压力大 又或者是饮食和生活习惯不健康的人群 皆属于中风的高风险群 虽然如此 中风也可能随时找上任何人 众所周知 缺血性中风是因血凝块所引起的 因此预防血小板凝聚而形成血凝块才是预防中风最有效的方法 天然水溶性番茄萃取物已被临床证明 并通过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认证 可透过维持血小板的表面光滑而避免潜在危险的血凝块形成 以改善血液循环 它是全天然健康安全且无副作用 服用后的一个半小时内即可迅速发挥功效 首次服用的功效持续长达12至18个小时 每日定时服用将可保持持续性的效果 目前并没有可完全治愈中风的药物 而预防中风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BioGrow为您呈现 BioGrow 为您呈现 DiT